2004年距离总统大选投票日 倒数不到11小时 绿营拼连任的前政府总统 陈水扁跟吕秀莲 在台南进落密鼓冲刺的 催票行程突然中断 就在几秒的时间内 吕副总统先是感觉到 右膝盖遭到枪击 随即发现陈总统腹部已经中弹 这两枪不仅仅震惊全国 也在隔天投票日 引来爆炸性的变数 一点快到嘴边见 蓝绿都停下竞选活动 纷纷改成祈祷晚会 两颗子弹让选战流延四起 关键原因直指案发第一时间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邱毅仁 开记者会时的反应 你总统既然是中弹 他是步行进医院的吗 可能吗 步中发现还是在车子发现的 是在总统的身上 明明正副总统伤势都已经妥善处理 甚至陈水扁是走路进到齐美医院 邱毅仁脸上却挂着神秘微笑 把舆论导向子弹在总统身上 让绿营选民群情激动 即便一度被怀疑是自导自演 但最终投票结果陈履顺利连任 而整起案件被认定的枪手 陈毅雄已经身亡 进入齐美地下室之后呢 他是同样的一个弹孔 但是呢却在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些修改 他属强烈质疑 当时警方公布了关键照片 乐趣中的黄衣兔头男 不是陈毅雄 不能形容这样子叫做遗书 因为它是一张字条 诸多一点还曾被质疑 是不是脉胸灭口 选隔十四年至今仍是悬案 但受到枪击案冲击 确确实实激起律营团结 这是改变大选结果 让绅士大好的连宋佩败北 没想到选隔六年 选举前夕再次传出枪响 这一次更有人不幸丧命 2010年年底 五都选前之夜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帮实任台北县副议长陈宏元正台 不料绰号麻面的帮派分子林正伟 爬上舞台朝连胜文的头部 开了一枪 榴弹击中民众夺命 而连胜文紧急动手术抢救 不认胜文是很好的一天 有好意 一起保持理性 我们一起为连胜文祈福 我陈宏元 你快要打陈宏元 你快要打陈宏元 即便凶贤否认是针对连胜文而来 但打错人一说始终让人难以幸福 毕竟连胜文194公分的身高 陈宏元差了足足24公分 不过这一发打中连胜文的子弹 却发挥蓝营的凝聚力量 大大影响八年前的五都选举 公司该届台北市长选举 原本选情评估 郝罗宾只会赢五万票 最后大赢十七万票 我们这次在这一次的新北市选举 我们的挑战没有成功 甚至这一枪帮国民党保住了新北市 也稳住台中选情 回顾这两起商级政治人物的枪击案 都发生在选前关键时刻 牵动最终的选举结果 但2004年的这两颗子弹 一边阿扁拒绝连战的探视 另一边团队狂发受伤讯息 加深外界对选举奥薄的推断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的罗山门 对于选举结果影响却永不可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